对于这个限定呢,我相信对于中国石油的股份在香港的股价呢,表现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了,利好的跟利弹的也没有。 其实这个教育跟这个中石油相似的股份呢,未来的盈利的影响也不算大。 不过从这个焦日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呢,对于长线他们公司的发展的前景呢,也有一个帮助。 不过在这个国际油价呢,连连回吐,跟这个本港股市呢,也有一个下跌的情况呢。 我相信这个中石油在未来一个星期的股价的表现呢,也有机会呢,跟随着行上指数的表现。